今個夏天很多客人都來到曬焦了 甚至可能是不小心曬得出色斑 求救究竟有什麼是美白和淡斑 今次這個影片跟大家由頭到腳做美白 就是美白方程式 首先說了我們有一個新產品 Body Awakening 維他命C 這個維他命C有什麼特別 我會喜歡它或者放在這裡 我試了三個月 為什麼需要這麼長時間呢 因為其實藥丸我不太喜歡吃 所以我試久了 它真的很有效 我先放在店裡介紹給大家 每顆藥丸裡面 都會有1000mg維他命C 我看過外面沒有那麼高的維他命C 如果沒有那麼高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身體也要抗氧化 其實胃部吸收完之後 如果不夠維他命C 它去不了我們皮膚裏 所以1000mg就夠我們去皮膚裏 還有我看到它做一個抗氧化 我感冒的時候吃了它 我是快好了很多 說回美白方面 皮膚方面 它可以做回美白 刺激膠原蛋白 減減我們的皺紋 所以可以做回美白的療效之外 亦都可以去到我們骨頭 和我們一些皮膚炎症 都可以改善到 如果譬如血管有問題的話 静脈曲張 這個維他命C 都可以令到血管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改善到植脈曲張的問題 即是腳部問題 剛才說過 我感冒的時候 我吃了它 可以提升免疫能力 是非常之好的 身體抗氧化去皮膚裏 所以這個 骨頭的美白 我們會建議 開始一個 就是一個薪製 就是做回美白 譬如說 皮膚容易 瘀傷 甚至我會發現 吃了這個維他命C 都可以改善到這個情況 因為裏面 它的維他命C 可以製造生物的黃土 可以刺激 膠原蛋白 做回美白 和改善炎症 和血管的問題 而且它非常之高抗氧化 好了 介紹這個維他命C 吃之後 就要介紹一些茶 沒錯 離不開都是維他命C 亦都是左船維斯 這兩個都是左船維斯 這個是水溶性的 這個是油溶性的 油溶性有什麼好呢 因為其實維他命C 很容易氧化的 如果是塗的話 在油溶性方面 它會穩定很多 這個左船維斯 有15% 是非常之高 我們是塗的 它說 你打完Laser 在菜光 立即塗維他命C 可以給細胞的營養 做回更新 還有做多些膠原BB 可以美白和淡斑 這個維他命C 有個很厲害的武器 就是淡斑和淡合色素 有個客人 來做皮膏分析的時候 我們給他照 照到它其實一直都沒有塗防曬 他就說 我都不會出斑 我全家都很少出斑 不太多斑 我給他一照 這個位置的皮膚底層 其實已經是很多黑色 一點點一點要浮出來 斑 我說其實是差了什麼日子 斑其實除了是 因為遺傳之外 都會厚天的 比如壓力 賀爾蒙 甚至你不做防曬 都會有這些斑的情況出動 他很害怕 我建議先去塗維他命C 塗了大概4-6個月左右 它回來再照 這裡的黑色素已經沉下去了 所以不會再扯回來 其實曬太陽 最怕就是 我就是不怕曬黑 最怕曬斑斑了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皮膚 都有很多黑色素在底層上 如果有UVA曬得久了 就把黑色素扯出來 就形成我們的斑 雀斑 乾斑 甚至是其他 什麼斑都有的了 如果不想的話 就最好塗多些維他命C 以及做防曬 除了維他命C 剛剛才說過 玫瑰果果 其實也是一個很高抗氧化 和美白的成分 如果有些人是不塗得維他命C 譬如什麼人 暗瘡 以及有一些非常容易氧化的人 是不塗得維他命C 他們一塗完之後 會很快變黑 可以試一下玫瑰系列 Moon Skin 可以淡斑 美白 以及非常之高抗氧化 可以減少 就能刺激 膠原蛋白 這個最精華最精華 當然是玫瑰化的 serum 100% Ecoser 以及眼罪都可以用的 你塗久一點 也可以看到美白和淡斑的效果 非常之好 如果有暗瘡的人士 又想做美白 就可以用這個玫瑰花水 敷在面膜之中 當作精華面膜來敷 我看到那一刻 非常之 暗瘡又借了 黑色素又淡了 又沒有那麼黑 這個可以抗炎 如果你曬傷或綠傷之後 都可以噴這個玫瑰花 toner 做消炎症症 因為這兩個是先人掌鋼細胞 做細胞修護是非常之好 而且是非常之高抗氧化的 這個適合一些 又是可以做美白 剛剛新了Body Serum 是一個黃金軟液 應該是黃金精華 它擠出來是黃黃的 但它好像水那麼快吸收 它可以做一個眉白 還有減這個任性 或者是橙紋的 有一個客人用了兩個月之後 肚子的任性紋 簡直是看不到的 非常之好 它改紋 還有做一個美白 這個抗氧化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一個品牌是S的 它曬完之後 你想真的燙了 紅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可以用一個Repair Oil 是它的黃牌來的 例如燒傷、綠傷 甚至非常之敏感 還有一個爆裂 其實面部的紋 用一滴都夠了 因為它非常之高濃度 之後加上Cream Mask全面膚 也可以做一個美白 還有這個抗氧化 令黑色素沒有那麼活躍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美白方式式